幸盈中不灭台湾万岁 昨天我们敬爱的陈宗燕发言人 也是我们小英总统坚定的队友 陈宗燕 不幸于昨天被境外敌对势力逼迫下台 我完全不能理解 为什么要用莫须有误会肮脏的罪名来污蔑我们 忠实的追求者 我只能说一句 我们陈宗燕发言人 身为议员的任内 清明自首 没有被检调约谈调查 甚至被起诉 还有他身为议员的时候 被每个选民的分寸 谈吐 或者是交流 都没有任何道德上的瑕疵 然而 境外敌对势力 见缝插针 破脏水 磨大便 然而我们的陈宗燕部长 他明明就是清白 可受大用的人才 可是 他为了要让我们陈建仁部长 能够安心放胆的去 腾出手来 消灭境外敌对势力 我们的陈宗燕发言人决定 辞职 立抗境外敌对势力 争取他自己的清白 我觉得 非常的感动